参见宗主 从此以后 整个世界就是我齐耀天 飞养之神的天下了 老师 王子被圣灵教抓走了 什么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圣灵教想干什么 我听他们说 我们血脉特殊 为我所用什么的 不行 王子的血脉特殊 能净化别人的武魂 只要是被利用了 将是整个大陆灾难 我现在就去找长老 什么 居然被圣灵教带走了 圣灵教的人 修炼的速度极快 尤经实力 不比我们莱克寺学院差 但是 想从我们莱克寺学院抓人 也要看看我们同不同意 通知所有长老集合 出发圣灵中 将你的魂力 都注入到我的身上 是 宗主 果然 果然 很强大的血脉啊 武魂已经感受到了 这是 我的武魂终于进化了 极致黑暗武魂 惊艳黑龙王 大陆之上唯我独尊 有这股气息 切消遥 放了王子 我要是说不放啊 切消遥 你可别忘了 当初我说过 只要你不招了莱克寺学院 我们就不会围难你 围难 如今你觉得 你能围难得了我吗 今夜黑龙王 果然 王子的血脉 助他进化了武魂 你已经达到了超神级吗 急兵圣龙 如今我的武魂已经进化 你还能打得过我吗 那看样子 你是不打算放了 这个大陆 早该有个主人了 既然如此 各位 今天一定要将王子 带回学院 是 院长 我们上 神欢 暗银 神之毁灭 神欢 冰雪龙神灭灭暴冲 他们打起来了 啊 装得我好辛苦呀 还好我的武魂足够强的 装作被控制了 拖到了 救援的到来 不知道那个女孩的情况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看来是真的被控制了 或许我将魂力注入她的身体 应该能让她清醒吧 我 我这是怎么了 你被圣灵叫控制了 是我救了你 谢谢你 我感觉我的武魂发生了变化 别拒绝这么多了 你先走 从这里一直往西走 去来科士学院 那 那你呢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你在这里 我们没办法保护你 那 那好吧 院长 我没事 太好了 你小子 不是被我控制了吗 怎么可能会没事 要不是装作被你控制 我现在还能逃命吗 院长 我们的胜算如何 他五会没有进化之前 还能五五开 现在胜算只有两成 好 我知道了 刚刚就那个女孩 已经消耗了我大部分魂力了 院长 这 这是 你的武魂进化 你的血脉能力 怎么会这么强大 还是有些勉强嘛 我的血脉 应该只能进化 和龙基相关的武魂 你 王子 哼 我的武魂 已经进化成疾病龙丸了 你的武魂 现在可不会对我产生压制了 邪逍遥 你已经越界了 今后 我们只会是敌人 哼 咱们走着抢 宝贝 好 我 没有